投資長 您昨天就發文意告說 台股今天會大漲 果然被您說中了 更厲害的是 你點到名的股票 每一檔都漲 像星星今天盤中就大噴出 上漲9.5% 差點漲停板 還有呢像是 M31跟愛普今天盤中都超過8%的漲幅 真的太厲害了 投資長您今天的標題講的都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啊 你也見證這一切了 上禮拜 跟這禮拜的標題 一模一樣 我怎麼說 我說AI概念股會漲到你不敢相信 會全面噴出 今天是不是一樣 每一天漲每一年漲 是如我所說的台股得了不會跌的病 這一波行情 只有澤澤 完全 預料到 你不相信沒關係 你可以看全部粉絲在聊天室裡面的互動 你就知道 澤澤遇到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我要告訴你AI概念股裡面誰最純 誰還會在漲 還會怎樣全面噴出 大家好,我是儀惠,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今天是5月25號 台股上漲132點 收入在16,292點 美代協商持續卡關 美股四大指數再度收黑 不過呢 輝達盤後公布的財報 優於預期 讓他的盤後股價居然瞬間 飆漲了25% 帶動了NASDAQ起貨上漲 而台股方面呢 也因為這個利多消息的帶動 盤中又再度創下新高價了 中場大漲132點 後期盤是解析 我們要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常常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一位各位同朋友大家好 YES 太強了 大握全勝 是 同朋友 你要找的分析師就是可以預見未來 哪一個分析師跟各位預告說台灣股市會用噴出去 一直噴出去 不是標股展停板 這個比標股天天展停板還難 是天天漲天天漲天天漲的徒步萬六 徒步萬六還天天漲天天漲天天漲 得了不會跌的病啊 真的是 就是您了 對 謝謝 是 好我們今天呢 在開始 投資長的神準解盤之前 大家先幫個忙 按個讚喔 你不要講神準解盤 神準今天跌停板 沒有啦 開玩笑了 是 今天呢 真的像投資長預告一樣啊 投資長你 昨天晚上就發文預告說今天會漲 所以果然真的大漲 都被您說中了 更神奇的是 昨天晚上啊 您有點名股票喔 是 所有的預言都跟您今天所講的一樣 真的要給您拍拍手 每一檔股票都是 鼓鼓掌喔 不是昨天講是今天早上 對啊 昨天有講 你繼續講 像是 ABF載版的星星 今天盤中就大漲 9.5% 差點漲停了 股價來到11個月的新高 還有南電 今天也盤中大噴出 超過6%的漲幅 就像您說的 難道你看不出來要噴了嗎 真的就噴給你看囉 還有AI概念股 像M31 艾普啊 今天盤中就大漲超過8% M31他的股價來到了歷史新高價 再一次創紀錄囉 還有智原今天有超過5%的漲幅 股票 真的太多了啦 所以想要請教一下投資長 這個輝拿財報居然會比市場預期 還要高出 53% 所以AI股市 他的公式非常非常的伶俐 所以還有機會再繼續漲嗎 當然有機會啊 財報通常比預期高個10% 超級厲害 他是 高達 預測在71億 現在變110億美元 營收 哇是高達53% 比分析師預期 這個最新一季的營收 會 很高了 他還是超標的超標的超標 真的可以噴出去27%很正常 重點是他大牛股啊 所以2020年大家討論 2020年2020年大家討論什麼 Tesla 現在新的Tesla 新的 iPhone 出現了就是NVIDIA 投資朋友拜託你在底下留言 我有沒有講過 科技股 我想AI概念股 會讓台灣股市一直創新高一創新高 有沒有講過 有 喔拜託你們在底下留言這邊說有沒有有沒有說有說過了 有沒有 像今天留言說 哎呀那個 那個 黃董比 寶爺爺 炸 炸多了 炸多了 我有沒有在巴菲特爺爺說過 要分手前天說分手要快樂了 有 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啊 好不好 喔 阿澤頭髮都要掉完我沒有吧 應該是眼鏡的 應該是看錯了好不好 黑色西穿 黑馬重蟹 我今天怎麼要穿黑色 要穿出我的領帶 什麼 America 川普都穿這個領帶你知道嗎 美國股市今天拉的台股你知道嗎 晚上美國股市納斯達克還創新高 你看今天所有台灣分析師一定講 納斯達克股市很厲害 然後咧 你們要看一下 納斯達克的那個 最主張是誰 啊不就是 不是什麼 不就是NVIDIA 揮答 對 那你去看一件事 你看這預告來來看這預告 來來 來 看這預告 看你不要起雞皮疙瘩 我們來聽321喔 3 2 等一下 來 沒辦法在巴菲特加持下穿新高怎麼樣 看清楚喔 好 那時候5月15號喔 而且5月15號之前更早就講過 我一兩個月前講過 是 你可以作證嗎 對我有印象 沒有我們就直接下來一局高嘛 好不好可以不可以 是可以 好可以嗎 來321 那主攻另一個原因的什麼原因 看納斯達克怎麼做創新高拉台股 台灣股市現在要創新高 你們知道 創新高拉台股 納斯達克會一直創新高拉台股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剪輯還不夠好 你們一定有 知道我預告過 納斯達克一直創新高拉台股拉台股拉台股 拉台股 我講過很多次對不對 我講過很多次為什麼 我怎麼講 我用這個圖來告訴你 我說 美國股市納斯達克會持續的怎麼樣 創新高 我用這個圖來告訴你 是 所以我才預告 台灣股市突破萬六 會一去不復訪會一直噴一直噴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你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們拜託你拜託你 這一波就知道我跟別人差別啦跨界 台灣股市突破萬六 突破萬六錢有沒有看到 就漲 是啊 就漲 一直漲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第七天還差點翻紅啊 天啊下跌100點還差點翻紅啊 是 下跌118點還差點翻紅啊 昨天有玩有晚路晚散啊 我要睡覺一直嗆我 這只要跌100多點 我直接封殺他 莫名其妙 你有本事跟我對坐啊 去年一堆都跟我對坐 現在有大聲嗎 全部都煩多了 有一個同業分析師要跟我對坐啊 然後呢 真的要跟我對坐 有本事就來參加選鼓比賽 不就好嗎 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真的要對坐 你就來跟我們PK 台灣50的報酬嘛 是不是 不是 真槍實彈啊 我最討厭別人跟我講說我參加虛擬比賽啦 那我虛擬比賽那台灣50有沒有看到1000萬的啦 959萬 953萬啦看到沒 有看到沒 這能造假嗎 500多張這能造假嗎 我不需要靠會員的收入 我也可以賺錢 我讓你知道我跟別人就不一樣 什麼叫天賦 什麼叫天賦 這只講話很大聲我知道 這只表現很激動我知道 可是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你只要承認這事實 你再參加我會員不要有意義啊 你不參加我也不麻煩你 你知道嗎 我是全台灣 我自認為 最不會壓在你的分析師 為什麼 我沒有期望你從你身上 一定要收取會費 或者是財經YouTuber我賺清高 結果賺錢給你搞訂閱 割韭菜 或出貨給你講一些奇怪的股票 我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可以靠我郭忠的本事賺錢 不好意思 再給你看一次 我秀這東西只要告訴你 我是有資格清高的 我不屑賺這種錢 也不會有主力的跟我郭忠配合 我也不屑 他也不敢來找我 因為他知道我郭忠可以靠自己賺錢 我不需要 我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要先找一個 你要先吃藥 你要先求 先求有療效嗎 有療效 先求不傷身 對不傷身 所以我是要告訴你先求 我不會故意去害你 我不會去故意害你 我沒必要 一切換對我來說 Peaceful cake 好不好 Peaceful cake 我那時候掉下來我只說一句話 你們老天要送錢給我我就繼續賺了 你們自己不相信的 我每一次跟你講花樣萬六 沒有一個人在相信我啦 沒有一個人在信道瓦啦 他有一個人在信道是不是 好像是 小韓是不是 雄心啊 雄心喔 沒有啦還有一句話信道啦 他有信道啊 有啦有這句話信道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做你來看重播 你看一下台灣股市 我只問你一件事啦 今天這個股市這樣拉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散散禮拜之前 散散禮拜 今天禮拜四 散禮拜一之前啦 是 你會不相信 散禮拜一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這個好醜 再一次 散禮拜一之前 你有相信台灣股市會一直漲嗎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吧 對啊 沒有相信對不對 對 最後怎樣 噴出去啦 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這次預告喔 這個有播過兩三次 刺激你們來看一下 來喔 台灣股市一萬六千點對我來說簡單嘛對 321 萬六 對我來說簡單 為什麼一直講萬六萬六萬六 因為等到萬六他突破的時候 他是會 真的在突破還是一發布的時候他會一直散漲 一直漲 他是有機會一直散漲的 很多股票會漲 有機會一直漲的 沒有關係 很多股票會漲 大家現在 我跟你講 突破萬六是要一直斬一直斬 所以我每天CPI為什麼都噴出上萬六 我怕你散不了車啊 真的 現在基本上至少你有基本持股 所以你還相信我 如果你今天都聽別人的話 我區間整理平台 我不會上萬六 我要做空 我要嘎空手 我要做空手 你現在怎麼敢 甚至於你在想問 其他人告訴你 可能要拉回 是不是拉回找買點 這三萬六他是突破方式的 你在想什麼東西 前一波不未準的人 現在怎麼會準呢 這個天分的差別就天差地緣 很多人怕 很多人怕跟哲哲 比賽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 真正懂股票的人就知道 我跟別人完全不同 是 我再講一次 真正懂股票的人就知道 我郭忠祐跟別人完全不同 比努力 我可以比任何努力 比天分 我台灣50 選股188% 你們真的有在玩股票 真的不要說玩股票兩次 再不專業 操作股票 你知道一記188% 是 不可能的任務 像不可能的任務嗎 第七集要出善贏 我每天要善贏的不可能任務 是啊 很難的 我連美國股市怎麼走都到手 你們拜託你們留言好不好 今天留言就留言 一樣 勝利數字 好不好 好 我們台灣股市 有沒有機會到18,000 我們先來888 好 加888 說好不好 說相信者責 好不好 相信者責增加存責 好不好 希望你們今天留言 好不好加888 或加888也可以 好不好 馬上來 好不好 這些 都我跟你講一直漲嘛 是啊 所以我預告在前面 一直漲 那 一直漲 其實今天台灣股市漲不多 為什麼那麼多 我預期要漲200點 所以 下午4點過後 嗯 這個 before hours 這個盤前的交易 台積電會在漲 是有可能的喔 好久 因為 他漲25%太多了 是 他漲25% 台積電漲這樣 2% 3% 太少了 真的太少 所以你今天盤 你剛才本來問我一個 一個資料嘛 今天台積電的 最高價是 來到了545 他事實上 距離前波高點 546 只差1塊錢了 所以投資長 你們覺得有機會嗎 我跟你講 會創新高 你不要把我信殺啦 你看 543門道 會創新高 我跟你講 回答 回答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次營收那麼好 因為每個人都要跟回答買工具啊 買晶片啊 我要買晶片我才能研發 對對 我要買晶片我才能做這些AI啊 大家都要研發 大家要研發誰 誰做生意誰做到錢 回答 那回答要跟誰下訂單 台積電 回答跟台積電下訂單 如果黃董 不在乎台積電 不在乎台灣 他幹嘛月底來台灣 這禮拜就來嘛對不對 他月底會來 他這禮拜就會來了 就這禮拜 這禮拜現在是月底嘛 幹嘛現在來台灣 幹嘛現在來台灣 你信不信他來台灣第一件事一定會去拜訪台積電 一定會去拜訪的位置的家 是 相信黃董年底就董 去年相信黃董的人通通受傷 因為你相信錯了的黃董 黃聰人董事長 沒關係這次黃董有另外一個愛普你相信他一下嗎 可是這一次的黃董 是美國的黃董 美國 是 好不好 他兒子也在台灣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告訴你 他會噴出去 我要說他 在這邊 7奈米4奈米 訂單都顯著增加 所以台積電毛利會增加 高盛還說我去過程花很慢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想像力 沒有想像力 Imagination 沒有想像力 沒有想像力怎麼賺錢 我就說了 你們每天悲觀 這這這 SVB 我就告訴你就沒事了 一開始告訴你有事 那個債務協商 你不覺得我連解都不解 債務協商 我是 請問你我如果告訴你台灣政府要破產的 如果 國民兩黨不協商一個政策出來 台灣 台灣會破產 你覺得台灣真的會破產嗎 不可能 你們除非下一季不要選票嘛 對嘛 答案不是出來 那我為什麼要解釋 美國債務會不會 會不會協商失敗 是 我懶得花時間 分析師 要做大事的人 就一定要得做大事 不要做小事 我沒人再跟你講那些小事情 我再給你秀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的簡訊好不好 看一下簡訊來 南電 恭喜8046南電 大漲噴出超過5% 股價創下5個多月新高 獲利最高已經超過35%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5%嘛對不對 3030 看一下 30多少 8046 3.5% 3.5% 你信不信開盤的時候我就叫人家買 開盤我還敢叫人家再買 我每天都有新會員怎麼辦 可是我也不是很花心一直換新股票啊 南電要不要再買 再買 你看你看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跟你講不是我在臭媒 你看看你要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老師來 我剛才看到今天我很開心啊 剛才直播的時候 就有聊天室說 哇哲哲接 相信哲哲 增加存折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賺錢來 真的 恭喜 哲哲0050達標了 哲哲0050川破到新高 還會漲啊 台積電出生段而已啦 你前破到底多少人家 台積電我第一買高進 撐正400塊以下的 不離不棄了 是我兄弟 是我郭哲隆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在講 哇我台積電買300多塊 然後400塊就走了 這樣就好好笑 這怎麼賺大錢 你是不是知道我台灣50 看起來報酬率還好 因為接近20%了 可是 他的金額很大 因為快1000萬 可是你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金額很大的過程 我是累積了3000點的勝利 3000點 3000點 1萬2000多我還在買 對啊 是你們不理我而已啊 就是你說的buy the deep 對 buy the deep 我說過 在下跌的時候沒有小麥的人 散展的時候也不會有小麥啊 你沒有買這些小麥大麥 你下跌的時候你沒有 長上去的會有 對 你在 你 什麼人不會中樂透 連樂透都不買的人 你憑什麼笑人家 樂透買樂透運氣好 對啊 你在笑那些有夢想的人 我認為沒有夢想的人是最可惜的 因為沒有夢想就不可能成功 你知道嗎 對啊 努力要一輩子的 不努力的 你以為很輕鬆嗎 不努力就真的不努力的 一輩子也站不起來 那你有沒有辦法更簡單方式 有辦法 找辦法 找別人幫你努力啊 找誰啊 找我啊 你自己不想努力你當然得找我啊 我比你努力不然我的價值在哪邊 我只要天天喊展停板就可以了嗎 你就相信是我 幹的嗎 我今天7點還在給你寫文章6點多寫文章 寫的一下子寫到7點多啊 凌晨1點 2點3點4點5點6點7點都看過我寫文章嗎 你不找我找誰 重點是努力如果不賺不了錢你也沒意義啊 我有沒有說這些東西 你說誰還在看空 然後說說算出來最高點啊那個 每天看這些沒有意思 我跟你講 我只要跟你講是你們看到越神奇的 我不知道你說誰什麼一會看空的多 你們看到越神奇的對不對 看畫面喔 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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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他去參加選鼓比賽他絕對不敢參加 我講的是事實 你只要跡下越誇張 我們要針對誰 我們針對一個現象 你聽懂嗎 多空多空多空 那真的敢參加選鼓比賽的 那我說老實話可信度應該是有 是不是 我們像我們公司的Eason老師 也蠻厲害的 專家印老師 也蠻厲害的 Eason就詹印成老師 大家都很優秀啊 真材實料 好不好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真材實料分析師 啊你其實想看你要什麼意思 你不一定要我啊 成功不一定要我啊 哭中我很平常心 因為 你們不參加我會員 真的會有很多人 好 你看我們的粉絲團這麼熱烈 這一波 我不知道你們是誰看過 這一波到底誰做多啦 你自己看 賺一千萬 你們一千萬要不要請鐵粉刺激盤 可以啦才幾萬塊而已 好不好 你們每個人關心 很多媒體記者一直問我這個事情 他們對這個很興奮 真的 對啊 我都不想回答他們 可是蠻有新聞點的 中線之丸趨勢為盈 有沒有看到 初籃選總統 金的大盤為錯覺 產業多為下跌走勢 你不用擔心 我問你一件事 展了7天 你們一要找理由做空 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技術線型不就是看展說展 看疊說疊嗎 那都已經展了你還要看疊 那你不是完全不是用技術線型 技術線型不是不好 這是技術線型馬後炮 他適合操作 不適合分析師 因為分析師如果只用技術線型來解盤 我個人認為不負責任 轉算季線的我站上去就好 我疊一下破季線的 我就走就好 這不是廢話 我沒有攻擊誰 像我們摩爾 我跟妳說姜姜老師也是技術線型大師 可是他會搭配基本面傳碼面 像CPI 我那時候還說 他比我還敢預測 CPI 我就告訴你CPI見識 我整個噴溫溜 他就告訴你CPI 他會比預期再低一點點 他說味道4以下 6月份的時候 是不是 所以 因為要技術線型不是不好 要搭配基本面 那你看啊 我很多人也認同我的啊 你看像PTT有Posh AG 認同我 是 我本來是折黑下變成折粉 還有PTT有一個每次都貼圖的喔 我今天看到 我感覺他也像我的粉絲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是說過這一段 是區間整理 那個騙不了人的 有沒有看我節目都騙不了人的 我是說區間整理平台 突破一下怎麼樣 噴出去對不對 有 我是有講過 有 我說上一次多單這麼多口的是什麼時候 2020 2020 2020年11月 對不對 2020年11月對不對 那時候多單怎麼樣 盤了幾個月 4個月吧 盤了4個月嗎 就像這邊一樣 你看13000到12000多久 4個月 一路噴出去 我看他也用這個圖吧 沒有看我節目說不過去啦 沒有關係大家英雄所接近的頭嘛 所以你看 PTT上網路上好多 都是我粉絲 那不直接參加我會員就好了 很多老師也是我粉絲啦 真的啦我跟你說真的他們都喜歡看我節目 真的真的 因為像我這麼 特立獨行的 然後績效還可以如此好的 就 就只有我一位嘛 對不對 你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今天像陸行之 他有講到他說ASIC 像是ASIC這些晶片 他說 他覺得還有一段時間取代 取代 我覺得他有部分講的是真的 有部分講的我覺得我沒有百分子來認同 可是也因為如此 我去壓寶什麼 南電跟星星 你敢相信嗎今天南電我開盤又買 我買了這招 你看看會滿是買到最低點 是耶 是喔 開盤 175 我掛在跟172.5 漂亮漂亮漂亮你看 然後今天再來公二簡訊的跨界 好 好 怎麼樣 恭喜 8046南電 大漲噴出超過5% 這南電啊 獲利最高多少 超過35%嘛對不對 35%喔 得位70%嘛 得位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網路上我會說 澤澤 之前賠多少錢的 九成都是同業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粉絲他不會這麼棄我 因為一堆股票現在都賺到錢 是 我剛才看到留言版了 第一個留言 你就去看 看聊天室就好 他說只能讓他賺65% 好你看一下星星 好恭喜3037星星 盤中大漲噴出超過9% 差點就漲停 手上持股 獲利續保 這是AI概念股 因為有產能需求是20倍 對 因為你高階窄版晶片 這是不可取代性的 像你晶片你還到底是要 要GPU CPU 還是ASIC的這些晶片 以後我們來做一個AI的晶片的研發 既然GPU主流以後會不會是 不是可是問題是 以後會不會是不一定 可是你只要高階的晶片 都需要高階窄版 你聽懂嗎 懂 所以 你也不要買 還不夠成熟的 什麼意思 非AI概念股 譬如說散熱 真的是 是 可是 不夠純 你們找純一點的好不好 我懂了 要比較 核心一點 照你這樣子 以後只要任何高速運算 我都應該要 散熱應該要斬平板才對 你這邏輯對嗎 你AI晶片你要的是 窄版這一塊的 好不好 7nm 4nm 這一塊的 好不好 這一直跟大家講 當然你說 我要講一下7nm 4nm 這個就不會好嗎 你也不能這樣講 連電也不會那麼差 好不好 為什麼連電也不會那麼差 如果台積電 高階製程好 他低階製程需不需要砍價 不用 不用那就好了 成熟製程不用砍價 那是不是有利於這些毛利提高 喔 這樣就好了嘛 是不是 我只要聽你的腦 6643 M31 是不是大獲全盛 是 你自己看M31 M31多誇張 對啊 他今天又創新高價了 歷史新高價 亞洲唯一提供7nm 或更先進製程 各 更先進製程的IP產 更先進製程的IP 對 M31 今天創新高了 噴的你不要不要不要 我拜託你你去參加會員之前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的 你去想想看 我只要問你一件事 哪一個分析師像我 一樣 來 在還沒有展之前 我告訴你台穀是一直展的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預告 看一下喔 這粉絲都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每天點閱都 好幾萬人嘛對不對 對 5月19號 跟今天標題很像 是 因為故意提醒你 我有多準 你幫我唸一下 好 台股會漲到你不敢相信 AI概念股全面噴發 那時候才剛開始噴而已嘛 是 我講的是台股剛開始噴而已 剛才三萬 還沒三萬六還是三萬六 還不確定 你們知道 對 來 台股又生病了 生了不會跌的病 這句話很討厭 可是是事實 生病了 這個是很 衝擊的一個相對台詞 是 生病了 結果生了一個好的病 對啊 生了不會跌的病 那是不是生病了 有 是 昨天大跌 結果小跌作收 一度平盤 晚上大跌 結果最後醒來 5點醒來 你還不會那麼難過 最難過是 你可能6點醒來 然後怎麼樣 台子期 如果做空的拿 台子期怎麼軋空了 怎麼跌100多點拉平盤 軋空就算 NVIDIA怎麼漲25% 台積電怎麼漲7% 台股是生病的 真的不會跌的病 台子期晚上跌100多點 照樣給你拉起來 拉起來還可以多賺你100點 一來一晚差300點 好狂喔 很狂對不對 對啊 這一切之後我跟你講 台股生病了 真的不會跌的病 真的 只有我敢這樣講 而且我還說什麼 會長到你不敢相信 對啊 然後昨天怎麼講 你越不相信 股市就越會漲 這是不變的真諦 我早就跟你們講 你們點閱率只要下滑 我先點閱率下滑 天啊 居然下滑 而且下滑不是一喊錢 是四五千 對 你們真的 我整個有時候講話算很臭屁 可是 我 不會去跟你講我話 我不會去跟你講我話 很多都說不會去跟你講我話 所以我拜託你 你要用行為 去看我這個人 不是我嘴巴說我老實 就真的老實 你看這社會 社會現實 世風日下 人心不古 是你看我們很老實的做研究 我們很老實跟你做這些預告 我們很老實告訴你萬一會一直噴 你在參加我行列嘛 你聽得懂嗎 懂 那這些你看 點閱率就動輒 這個一點多萬次變少 你看昨天那麼少 你看五萬次 五萬次都比以前少 都比以前少很多 少很多 所以難怪噴出去 散戶就是最好的版指標 投資長今天外資大買超 211 217億 年初我說求老師買盤啦 PTT 然後那個 什麼股市 同什麼 是 那個是什麼 我忘記一個App的小孩子不知道 沒關係 反正也是App啦 同學會什麼會 我忘記了 股市爆料同學會嗎 是這個嘛對不對 對 也是 大家就 什麼哲哲 什麼那個 邱老師買盤笑死人 所以笑誰 說要跟我對坐到底活在哪邊 我就說要對坐沒關係 你覺得哲哲是反指標跟我對坐 我認為你活不過一年了 真的真的真的啦 因為會跟我對坐人代表 他根本看不出來贏家長什麼樣子 贏家長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像投資長這樣 畫面給我 贏家長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打案已經出來了 就是這樣 打案已經出來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今天穿這個領帶 就是川普的領帶 讓台股更偉大 讓美股更偉大 讓台股更偉大 好不好 今天股票好強好強 我們來繼續看 但是除了M3以外 我居然講一些股票 再講 M3也是一樣 貨率超過20% 對不對 然後南電 35% 星星 今天再次進場 讓普通人進場 來 這個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不要看都看漲的好不好 我們看跌的 我人 在這很有水準 來 見機 怎麼看 見機行事 畢竟今天漲就AI概念股 休息一下 今天我好處想 觀光族群本來找盤不是殺嗎 對 最後拉起來 所以他不全然是垃圾盤的 這很好 聽懂嗎 是 見機 所以這個股票 現行沒有破壞 645立端怎麼漲下去 又會殺下去的 之前很多股票這樣子 基本上僅限這一塊 沒有跌破 僅限這一塊太粗了 沒有破 這樣再回撤 我覺得平纏薪 好不好 他畢竟他剛創新高 你不要緊張好不好 不要緊張 好什麼股票要搶 來來慢慢跟你講 元代 記得台積電有的要報警一點 好不好 之前不是有台積電 有人說600元台積電是老天爺送給你禮物 這禮物還讓你一年可以租租租 如果你知道泽泽的邏輯 600元買 500元買 400元買 就如同我台灣50就這樣做啊 左側交易我不是這樣講嗎 我說跌破1萬5買 然後跌破1萬3買 跌破 跌破1萬4買 跌破1萬3買 我都各做一次 我都各做一次我就加碼三次就進產三次啊 然後賺了快1000萬 我照做 左側交易 全資股是適合 不是每一檔股票 我先進去讀 尤其ETF是非常適合的 ETF是非常適合的 整整有可能會出書 到時候跟你講這些 我的獨家想法 好不好 跟別人不一樣的 實戰派出 實戰派分析 是啦 好不好 大概講出書講了 10年一直有網友希望啦 今天有機會 今天有機會 希望大家出書大家砰砰彈一下 那書都很便宜啦 可是我把獨家法寶給大家看啦 我只求就是 要 排行版希望簽三名啦 好不好 就這樣子而已好不好 要求不多啦 好不好 不會那麼快 今年底有機會 今年底有機會 好不好 因為一直有出版社來 跟我溝通這些事情 好不好 那這個到時候你再幫我砰砰彈 網路上訂書也可以 去想也可以 好不好 好喔 來好除了這個東西來 自行商買超 26億 自行商買到26億 很恐怖 連續 連續8天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麼回事嗎 不能對我說我是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你為什麼 因為自行商又在買大行情啊 自行商賺翻了 只有散戶 這一波沒賺到 我們最後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散戶點閱率怎麼看 來來 台股 捨得7年台股有機會散2萬點嗎 你不要那麼快 不要那麼騎 你這樣問我這個東西我會怕 因為之前講2萬點 就 就有些人都斷山起育 然後講3萬點 斷山起育我的話你知道嗎 是有 都被做梗圖 你不按讚你問我這麼多問題 先按讚好不好 來 1174 今天展成這樣 你什麼時候看到這個行情 已經幾年沒這樣子 他不是展一天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然後休息一下也沒休息 七天八天 然後一千多點閱率 所以這行情是不是就如我說的 怎麼樣 台股會漲到讓你不肯相信 你看上禮拜這樣講 今天再講一次 台股 真的 真的漲到讓你不肯相信 早預告了 而且AI概念股 早就全面噴出去 已經全面噴出去 上禮拜的標題 今天再原封不動的 幾乎原封不動 再變成今天節目標題 5萬多人還有 還有無字幕版的 加起來可能是幾萬的人 見證這一切 還會漲 真的還會漲 好不好不要想那麼多 只要看點閱率就知道了 好不好 賞會漲 這只是賞戶的悲哀 所以你不能成為真的賞戶 假設我就是賞戶 不是 我講的是思維 不是你的資金 你聽懂嗎 如果你資金有好幾億 結果你這種行情 要看不看的 我認為你就是賞戶思維 你聽懂嗎 你覺得這種行情不會漲 明明事實擺在眼前 他就創新高了一直漲 你看不懂AI你連缺GBT 你都沒有去研究 你跟我說不會漲 你是認真負責任的研究分研究員嗎 不及格 我花GBGBT 的上面我花好幾十個小時 你聽懂嗎 去看他是未來的 未來的AI 他真的有人工智慧 他可以每次生成不一樣的答案 你聽懂嗎 這是生成式的AI 這最大的不同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漲分一絲 我不論最後我有錯 我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我不去似舊話 我也不去馬合跑 所以 你想看看好不好 最後要跟大家講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最後的最後 看一下 好 我的簡訊 南電 恭喜8046南電 大漲噴出超過5% 股價創下 5個多月新高 獲利最高已經超過35% 好來看一下8046 我是不是說過南電怎麼樣 你看不出來要噴的嗎 漂亮不漂亮 有然後再看6646 還是什麼6643 6643 M31 一漲一漲 這個也是AI概念我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看完就好了 恭喜6643 M31 盤中大漲超過8% 股價在創歷史新高 獲利最高已經超過20 20了 這個是特購員 完美是很特別會員的 再看星星 好 恭喜3037星星 盤中大漲噴出超過9% 差點就漲停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哪個老師向我這麼認真 哪個老師這麼認真的話 告訴你國際資訊以後 我還提早告訴你 哪個老師 跟你講 會用噴出去的 上萬六 而且噴出去上萬六 一直漲一直漲 其他方沒有一個老師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一位 通通都沒有 除了這這以外 哪個老師能這樣犧牲生命每天 用生命來愛護你的股票 你去想看能要哪一位分析師 你真的想清楚了想明白了 你才來電恰學 066 8085 這個發自內心你覺得我是有幫助的 你在這樣 參加我行列 也不遲 只要你願意相信我 下次 還有大行情的時候 還是可以抓到 而且 這次行情還沒結束 所以你不用緊張 看到今天點閱率我還蠻開心的 有點難過有點開心 就點閱率居然沒有創新高 然後 1000多人其實 1000多人算很多了啦 直播人數1000多人 很多明星直播也不一定那麼多人 可是就是有點難過是 因為以前 最高是5000多人 你怎麼樣也要來個2000人 上這種行情 結果沒有 可是也因為沒有代表 行情會噴出去 不論對貨有錯一切一切 怎麼樣 我都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 AI概念股 台股 大獲全勝 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 想清楚 歡迎連恰行 0866 8085 0800 來也885 余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 歡迎幫我們的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標股資訊嗎 現在就撥打電話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再會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 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regrine 我們的LINE跟Teregrine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的特定 金碼 commencement 在 臀